中蒲混合菜 John Sir擅長攀調中蒲混合菜 喜歡將品嘗過的味道 融入中蒲食譜之中 設計食譜, 最重要是大膽嘗試 將意想不到的食材和醬料配搭 煮出創新的味道 你好, John Sir 我知道你煮過這麼多不同的菜 是 你有沒有一些 跟這和這, 今天完全九五八八的 但你試出來, 自己也被自己嚇倒 今天我介紹這個 八寶醬飯糰 這是我自己自創的Fusion菜 小時候媽媽上海來 她會做一個八寶醬給我 就是用來拌飯 從小到大 然後我自己覺得 我很喜歡吃韓國和日本的菜 有時候我覺得 把飯糰不如嘗試放在不同的鹹腰裡 於是零幾一粥 就把八寶醬放進飯糰裡 中國文化真是博大精心 你想想, 其實它也是把蝦米、冬菇 可能還有一些不同的, 加幾款八樣 然後再改一個好聽的名字 八寶 這樣就可以流傳到現在 我相信在你腦海裡 很清晰是發生了什麼 是 但我只聽到, 覺得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這幾樣東西加起來是可以的嗎 是可以的 剛才說韓國、上海, 還有日本 首先 拿了哪幾樣元素出來 好, 不如先做八寶醬吧 好 第一樣是我們有些肉 我們會用豬肉和雞肉混在一起 你說這個八寶醬是你媽媽小時候 已經煮給你 是… 你有沒有和你媽媽交流一下 你現在不是這樣, 這樣… 因為我媽媽煮菜很厲害 對, 我其實沒什麼師傅 其實我小時候就是我媽媽 我媽媽傳授煮食的提示給我 你煮出來的食物這麼好吃 因為你媽媽和媽媽 對 把雞肉和豬肉混在一起 加一點粟粉 是 然後少許調味、鹽 少許白胡椒粉 但其實Johnson, 你是中泡的混合 所以我知道他們的食譜是一代傳一代 所以你傳到這一代的時候 你再變咒, 再改良 但他們多數是不外傳的 是 你全傳出來的 我全傳出來 所以我經常被人畫 被媽媽畫 這是豆腐哥 我們還是要切小粒 說起來, 其實是家團食譜 我好像… 是否真的有本天書 有 真的嗎 我媽媽說跟我爸爸結婚 我媽媽一年後才教他煮奧婆菜 即是葡國雞 真的嗎 對於他來說, 他們的廚房 有一句英文說話就是 是他的聖宗寺, 即是很神聖的地方 你不要侵犯他 是… 好, 最後我們有一點 Bambu Chilli筍 是 有口感 你可以買超市的罐頭也不錯 但你剛才說有那本天書 是 可否形容一下它是怎樣的 因為紙的是有點脫脫的 黃色都脫出來 真的嗎 真的嗎 我媽媽的每年… 這首照片很漂亮 是一九六幾年的… 寶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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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寫上去 John Sir說他們的家傳之寶 就是他們手抄的食譜 到家裡結婚、兒子結婚或女兒嫁 就會傳給下一代 我在想, 究竟我媽媽 如果有一天我結婚的時候 她會傳什麼給我 可能她的中藥 我們所有百寶醬的材料都準備好了 我們現在就可以煮這個醬了 是, 第一樣是這裡有蝦米 先爆香的蝦米 好 好, 然後爆香蝦米, 聞到很香 有一股… 對, 那個鮮的, 鹹香的 然後就是浸泡的花菇 然後這個時候放一些紅蘿蔔 紅蘿蔔 蒜 這個時候可以放進去 是 還有我們可以加上肉 肉 把豬肉、雞肉放進去 好, 這個時候如果怕乾的 就是剛才浸泡的冬菇 那些水可以用得著, 放一點 這個時候加上我喜歡的材料 就是水會加上味道 味道 然後就是竹筍 竹筍 對, 平衡的東西很重要 所以在味道上會做一些變化 好, 接著要加幾樣東西 第一個是辣的豆瓣醬 好 接著就是麵豉醬 中式的麵豉醬 對 這個就是加了老抽 先加雞色 對 加點顏色和甜味 是 日本的豉油 剛才加上豆干 對 好, 最後差不多了 接著加一點糖 是 調味道 好 好 加點蔥花 是 平時我們吃上去黏飯 其實它也是較乾身一點 不會太濕 傳統的八寶醬做法 因為如果要送飯送麵 應該是較多汁一點 我就會做得更乾身一點 而最重要就是說 其實我們會放在雪櫃去冷冰 讓它凝固了, 冷一點 這樣就可以做出牛下去 很棒的效果 是, 我們已經冷好 還有剛才炒的八寶醬 是 現在是否要到我們 你說這個油炸鬼 就是你在吃飯之中 選擇了出來的元素 是 為什麼油條這麼脆 是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未必是 即日可以買到新鮮的油炸鬼 我們是預先賣掉的 預先賣掉後 其實可以重新吃, 很簡單 開熱烤爐, 開熱了 然後用魚餅放進去 這樣就會燙起來脆脆脆 接著我們現在說一下飯 平日我們吃吃飯是用浪味 是 我會用日本珍珠米 看到了, 這個就是日本珍珠米 加一點韓式的麻油 是 然後拆鬆 一定要趁熱的時候做好 好 雙手已經洗好了 是 接著拿汁化出來 輕輕地 會差什麼形狀? 飯條有很多的 圓形的 好, 幫我塗一點 幫我塗一點 對, 放進去中間 是 接著我們放一點油炸鬼 桌子 然後用另一盒飯塗上去 為什麼要做圓形 是 其實有一段估計 我檢查歷史記再說 飯糰在江湖年代 即Edo的時期 很多人是問人, 要旅行 是 如果做飯糰有起閣 放在袋子裡, 會脫掉 就這樣做出來 John Sir, 整清一下的時候 突然說江湖時代的食物歷史 我嚇倒了, 我以為要上歷史課 這個八寶醬飯群 其實基本上可以是室溫吃的 吃下去會怎樣呢? 因為八寶醬, 今次做得較為乾身一點 就算你是室溫了, 即是待涼了吃 你也不會覺得它油膩 當然了, 今次我還會加上油條 咬下去, 你也會吃到有一點油炸鬼的感覺 然後最後我們會加上白芝麻、黑芝麻 是 灑在上面 基本上這個飯糰就已經… 對, 做好了 做這個飯糰的技巧就是… 當然我們不要貪心 八寶醬如果加太多 相對來說會令飯糰有機會打開了 變成比例要做得剛剛適合, 保持乾身 除了這件事之外, 飯糰也不能太濕 趁熱的時候, 加一點點麻油 這樣就可以了 如果我選擇的八寶 我會精選在我這個薯片大典上 八款我最喜歡的薯片 把它硬碎了, 變成味素一樣 這次做飯糰, 我就把飯糰拌進去 同樣是白寶醬薯片的飯糰 白寶醬飯糰的味道 其實是綜合了這麼多元素 有上海的吃飯 還有韓國的麵包的飯卷 還有日式的飯糰, 結合了 因為百寶醬的餡料是上海的靈魂 還要讓John Sir變奏了他自己的秘方 其實我覺得吃起來偏甜 有一點滷肉飯的肉燥感覺 但又有點像生菜包的肉粒粒的感覺 但它的味道真的偏向上海風格的濃味 還有John Sir的飯糰比較甜 還有飯糰包了, 沒用到糯米 用了麻油的香氣吊起了整個飯糰的味道 咬下去很實在, 很充實 最後就是表面的芝麻碎碎 有口感, 很香 而這次的百寶醬 其實John Sir一直強調它是冷吃的 但我們也有冷凍它 而是包的飯糰裡面 但其實外面的飯是熱, 裡面的餡是冷 又意外還是有一種很滿足的感覺 一開始我覺得 不是應該要所有東西都熱烈烈吃才好吃嗎 但它這樣吃下去 真的很滿足、很夾的感覺 咬下去, 平時可能我們只鋪在表面 當作像肉燥飯或者送飯吃的 夾在裡面, 先吃到飯再吃到百寶醬 就不會覺得它太濃味了 我自己煮的最久不回答 其實我不覺得是久不回答 是別人覺得的 我自己很喜歡吃豆腐 我又很喜歡吃韓式的那種很辣的辣醬 我很懶, 我一打開豆腐 倒下去就可以吃了 我又發現電飯煲有些剩餘的飯 我就鋪在底下, 放豆腐上再淋點醬 感覺上是像麻婆豆腐 但吃起來是不同的… John Sir, 來到第二道你推薦的菜式 雖然今集的環節比較是… 可以這樣不回答一點 是 也想有你的創意在這裡 但是牛骨水意粉 是 會不會真的太過分? 他們是真的配合嗎? 當然配合 我一聽到牛骨水意粉 其實我以為是那種很大條的桶骨 要用飲館去捉捉骨水的那種牛骨水 平時我們很多時候去茶忌 或是喜歡吃的, 是港式西餐 裡面當然有炒意粉 但我發現炒意粉炒得多了 其實牛骨碎也很好吃 所以這次我用了意大利人做蒜油的方式 加上我們平時香港人 很多時候會吃一個很經典味道的骨碎 配合一起做一個好吃的意粉 我先做一下蒜油 好 蒜油的作用 第一, 我用一些很漂亮的 初榨的橄欖油 Extra virgin olive olive oil 我們直接倒進一個炒烤鍋裡 是 然後我們就開火了 我們用很小的火, 用微溫 這個時候我們準備了一些蒜片 我們就可以把蒜片全部放進去 浸著蒜片 浸著蒜片 你聞到有蒜頭的香味 是 而且你看到其實有油, 現在有一點 對, 但我們不要讓它太多 要是這樣, 我們就把它離火 或者開小火, 這樣做 是 在意大利, 很多人都會吃意大利粉 而其中一個很普遍的 就是用這個叫做蒜油意粉 那個做法就是一定要用一些 很上性的初榨橄欖油 然後跟一些不同的蒜頭混合在一起 但是那個精髓就是 不可以用得太大火, 不可以太小火 令蒜頭的味道混在油裡 這樣就做出一個很好吃的蒜油 其實我現在已經聞到一股油的香味 要不要讓蒜片變得很金黃 很視乎個人 有些柱子喜歡很焦 但其實意大利正宗的做法 它不會做到焦了 我們可以把它倒出來代用 好 然後我們處理意粉 好的 你煮意粉有沒有什麼秘技? 要怎麼做好吃呢? 因為第一件事就是水一定要夠多 夠熱, 然後加一點鹽 很多時候放油, 其實不用 好, 然後很簡單 把意粉全部放進去 然後蓋子也不要蓋 十幾乎有標準 通常大概是六至七分鐘 這個時候再去做醬汁 是 我們有三種胡椒 白胡椒粒 是 黑胡椒粒, 還有青胡椒粒 青, 像花椒一樣 對, 三種都有一些不同的辛辣味 我們港式也會有很多會意粉 黑椒汁或者豉油 這樣拌一下而已 是 這個也是有一點黑椒的 但是變了不同的香蕉 對, 其實我這個根基是意大 我自己試過 其實你甚至可以用上海麵就可以 真的, 配這個醬汁也很搭 是不是選擇一些有咬口的麵? 對, 但我覺得用意粉挺好吃 我們試試做 好 現在這個攪好了 意粉已經可以了 可以 關火 我們先把意粉拿出來 是 現在這樣就代用了 好 現在我們準備爆炒 因為剛才我們是否做了蒜油 是, 其實是用那個鍋子 也可以 是的 反而我還要再加一點 好 是的 這個是意大利人 平時我們煮抹茶 一定會加的, 這是Pancetta Pancetta 這是異式煙肉 當然, 再講究一點 就是豬的麵豬燈 豬的麵豬燈 我以為是普通的肥豬肉 但其實它是煙肉 對, 其實是煙肉 醃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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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呢? 因為待會兒我們的主角 會是骨髓 是的 骨髓, 你們吃過了 骨髓, 很多時候我們吃火鍋 它是質感較軟 是… 如果放進口齒, 質感較軟 好像又不過癮 於是我想有一點點滑鼠的東西 會放Pancetta 而且它比較野味 對, 還有鹹香味 是 這個時候我又想加一點辣 是 我們放辣椒 很棒 放進去 現在差不多炒得很香 還有一點點滑鼠 我們可以加幾量的東西 第一個, 再加一點蒜油 然後剛才我們是否要灑意粉 是 有時候很多時候 我們會說意粉水 意粉水我們從頭不會倒掉 是… 這個時候, 譬如我們有時候要乾一點 這個時候可以加一點意粉水 而且意粉其實已經有鹹味, 對吧 是 就可以把牛骨水一次過放進去 去炒一下 這個牛骨水是譬如買回來的 你需要怎樣處理它? 這些是… 即是滑溜的 即是滑溜的 其實你… 即是啤水, 這樣就可以了 怎麼會把牛骨水放進去 因為其實是意大利人 意大利很多人吃牛的內臟 不同的內臟都會吃 但我覺得這隻骨水 很多時候我們在傳統中式的菜店裡 都可以吃這隻三絲炒骨水 於是我們把它放進去意大粉 做出來的感覺很好吃 雖然你說會不會好像軟軟軟軟 但又不會 因為裡面還有蒜頭 還有一點辣椒 然後再加上, 灑芝士上去 其實整個口感 我想很多人都沒試過 接著就可以做什麼呢? 蒜頭放進去 是 這就是蠔油, 放些蠔油進去 為什麼要加蠔油? 我覺得是可以提鮮的 究竟是哪里來的點子呢? 你怎麼想得出來呢? 當然了, 這個就是我自己的創意 還有我覺得蠔油其實比較鹹味和鮮味 其實現在在西方料理裡面 很多是做一些沒有分各界的料理 很多外國的廚師都會用到 是豉油或者蠔油 於是我就把蠔油加進酸油裡面的做法 做出來的效果是非常好 而且令到菜式會更加美味 和提鮮了出來 已經差不多了, 很快就熟了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做什麼呢? 將我們的意粉全部放進去 很快就這樣炒一炒 然後把牛油加進去, 放一些味道 而且這個時候也要放一點牛油 是 這個就是沒有鹽牛油 牛脂水融入了在裡面 然後我們在這個時候 放一些蒜油和蒜片進去 是 讓它更加美味 來吧 上碟了 好 現在那些牛骨水扮成意粉 是 貼在意粉裡面 有些意粉 意粉在意大利是超過三十多種的 對, 他們有很多手工製的意粉 對, 這些叫乾意粉 是 是因為它像意粉 所以你覺得要加進意粉裡 還是你怎麼想到牛骨水 配蒜香意粉呢? 其實 本身這個骨水不是很大的味道 但是我們配合了蒜油的香味 然後加上巴馬臣芝士的鹹香 還有一點點辣椒 整個菜式是提鮮了出來的 如果我在餐廳看到這個 是蒜香牛骨水意粉 我想我會第一個就配搭 會選擇另一種 但是如果這次是John Sir煮的話 好, 我嘗嘗它 好, 這個就是 就是一大塊的巴馬臣芝士 整塊放進去, 其實放在旁邊 對, 我們可以這樣 然後加一些檸檬皮 對, 現在好一點 這個檸檬皮 像糖霜一樣 加一點蔥花 最後加一點蒜油 放進去吧 我們已經準備好了 完成了 可以嘗嘗了 如果用這個字形容John師傅 我會形容是一個變 因為它真的什麼都可以變出來 就算一開始看到食材 全部都是九五八八 但是經過John Sir的手 真的全部都可以變成 是一個大廚推介的菜式 這個蒜油牛骨水意粉的味道 只可以用一個字形容它 就是很綠的蒜香 但它就是因為加了牛骨水 令它的口感更綿 但是蒜油又吸入牛骨水 是很香的 但我一開始也會有些想法 會不會很膩 就是因為它表面再加了那一層 除了芝士之外 它還加了檸檬皮 它不是有檸檬汁的酸味 讓你沒那麼膩或是清新 而是檸檬皮 只是檸檬的香味 就剛剛好 其實這個牛骨水和蒜香意粉 兩樣東西都可能是比較軟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John Sir 在拿捏意粉的軟硬度 做得非常好 令整件事不會是同一個口感 你感覺到我吃意粉和牛骨水 那個酸酸的感覺 是包著意粉吃的時候 有一點辣味去平衡 做到John Sir形容的效果 當時是可以的 吃到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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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